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糯米粉好吃又简单到家的做法 就连小学生都能轻松搞定 现在碗中倒入140克糯米粉 15克粘米粉,也就是大米粉 15克木薯淀粉 20克白糖 15克椰蓉,混合均匀 再加入200克牛奶 边加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均匀细腻的面糊 再加入20克炼乳增加奶香味 没有可以不放 50克玉米粒 再次搅拌均匀 盖好静置10分钟 让面糊充分的吸收水分 静置好之后要再搅拌一遍 防止沉地 不粘锅开小火预热 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油 然后倒入面糊 盖上盖子 全程开小火慢煎 煎至底部变得焦香酥脆 再小心翻个面 不要让油溅到自己 盖上盖子 再煎3分钟左右 翻过来 这一面也已经焦香酥脆 这时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后冷却一会儿 再切块就可以开吃了 表皮焦香酥脆 内里黏糯香甜 浓郁的椰香和香甜玉米粒的完美搭配 口感真是棒极了 热吃软糯 凉吃筋道 这个简单到家的做法 我估计就连8岁的孩子 都能轻松搞定 要想做的好吃 关键在于油不能少 少了肯定不会有焦香酥脆的口感 爱吃糯米粉的朋友 赶快学着起来吧 保证你吃了就上瘾 美食天天更新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美食做法 记得关注我哦 咱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